解枯田娜希 我是解枯田娜希的導演 我叫做許空 解枯田娜希是我的第一個售票的導演作品 那一般來說 我們對於劇場導演的認識 可能相對來說 會覺得他們 會覺得這個工作 基本上是非常巨大的統合的工作 然後我們突然會認為劇場的導演 很多人也的確都擁有很好的統合的感覺 可是像我其實我就不是這樣的導演 因為其實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我其實是和一群夥伴 其實我們是從 不管是走位 或者是對於每一個景 它所要傳達的東西 我們都是一步一步討論出來的 那通常我們會稱這種方式 叫做集體的共同的創作 那這個方式其實在台灣比較難以進行 因為這樣的工作通常比較耗時 在法國或是在美國或英國的 集體即興的劇團 他們通常會有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去準備一個作品 可是像這一次 我們其實就台灣的劇場的籌備期 已經算長了 我們已經有三個月的時間 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到現在 戲還是不斷不斷在編修的過程 那我覺得 集體即興的好處 就是因為一個人的想法 其實是要去負擔走位 還有負擔 我覺得光要怎麼打 我才要長怎麼樣子 其實是對一個人來說是 負擔是非常大的 可是在共同創作的過程 其實導演只是扮演一個 有點像是主席的工作 其實只是帶領這個討論 往哪個方向進行 可是其實每個人投出來的東西 都會在戲中 盡量是以融合的方式 把每個人的東西都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作品好像 就不會只是導演一個人的作品 它會是這個整個團隊的 所呈現出來的 融合起來的東西 所以其實像是 不管是一歲節 或者是各種小劇場的投稿 其實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做劇場的嘗試 因為其實劇場就是一個 說故事的方式 然後它其實是 只要你有一個關心的點 作為一個抬頭 然後找到一群志龍道合的朋友 然後其實就是從那個點開始 就可以用劇場去說 你所關注的東西 而這件事情其實並不難 然後也並不一定說 一定要有一個特殊的訓練 或者一個特殊的背景 因為其實只要有 這件事情 作為一個起點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 都可以使用劇場這個空間 把它的故事很3D的做出來 呈現給別人 然後劇場的形式其實有很多種 然後不一定都是 我們所看到的舞台 在一個很遙遠的舞台上 上演一個故事 其實劇場有不同的心 然後其實它和觀眾的親密度 也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 只要有一個故事想要說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說出來 謝謝 謝謝